做了我女人的清談節目 他們說她可以這麼直接 這麼坦白去處理這麼敏感的話題 那時候我想她不是很喜歡我的 為何我們這個景又不像我 我那個角色的身份 我想回來香港拍多些東西 其實我還在想 怎樣回來可以做一些細製作 可以控制自己的立場 是真的很有滿足感 那四部戲之後 真是家和 其實他們有沒有想找你續約 其實是怎樣的 後來就說好像跟Willy那邊談 陳志強先生 對 陳志強先生 我好像是跟他談了 就沒有續約和約 我可以分其他地方做多些事 但是我就是那個 是呀 你連結那一套 是不是你過去讀書的時候找你呢 其實阿比克避遠 就是那年要回去讀書畢業 我是差一步的 所以其實都要欠交和的 剛巧他們又拍那一套 在羅省我們也在讀書 那就適合了 但是他們都很注重Casting 在香港就反而沒有 他就說你做哪個角色 他就說選擇你做那個 但是那裡我深刻就是 要跟李連結試戲 他要我有一場戲給我們發揮一下 看看我們那個chemistry 那時候才決定我做那個角色 那時候又不同的 因為在美國拍又不同香港的氣氛 是啊 但是都是OK的 那時候阿徐克導演或李連結 你們合作怎樣呢 你們記不記得阿徐克導演 會不會都很高要求還是怎樣 他又喜歡給我們發揮 他會給我們很多空間 給我們自己做自己的事 還有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大學生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我請他們過來我Apartment 我煮飯給他們 大學生煮一些東西 很開心 我的身份那時候是 學生多過演員 變了那種關係又不同 他們過來都是當學生那樣去溝通 徐克是很喜歡談東西的 所以我們challenge一些角度看東西 我們就有那種關係有多好 他都聽演員的意見 他都可以大家去談 還有人生所有的大問題 他都很喜歡研究 所以作為大學生 你又是很自大那種的心態 但是有很多意見對於社會 我們那時候都有很多事情談 那你那時候會不會都 好像一個你熟悉那裡 會不會真的帶他們去吃東西 帶他們到處去 反而又沒有什麼 都是開工 還有有幾次這樣吃飯 但是都 因為羅省我都不是我的地方 我是三分子長大的 所以我自己對羅省都不是很熟 而且沒有車是很難到處去的 你寧潔 你覺得他是不是很害羞 還是沒有什麼 你寧潔 他不是害羞 但是他會保持自己 我覺得 他不是那些很想溝通 或者是跟他自己舒服的人 可能會 但是我跟他那時候就說 不算是很close 老實說 就是拍開 不知道是否性格 又不可以說是因為他是哪裏人 那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是性格關係 那時候跟誰 反而那時候又是跟幕後工作人員 那些小一點的角色 那些打打一下 那些好玩一點 好聊一點 薑絲醫生是回來才拍的 你看我是短頭髮的 那時候我記得我不想剪短頭髮的 但是同行天下是要我剪短頭髮 之後就回了香港 應該是薑絲醫生 那時候就是另一個階段 就是回來 另一個不同的香港了 你那時候剛回來是否要重新適應 就是這樣說 是知道那個energy不同了 我是疏了 我做些東西 還有那時候我開始想做回幕後 我就會多些做不同製作的東西 那時候不知道我多少年 張維加一套我做副導演 好像是九二 是不是九二 是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轉轉幕後 但是我第一年 初初就跟成龍 跟他們看後期工作 已經是入了那裏 他知道我對這個人有興趣 所以我拍我自己的電影 《迷失森林》 是因為成龍又知道 我很有興趣又很熱誠 他就讓我用威和的辦公室 做我的製作辦公室 因為我那時候又是籌不到錢 開始慢慢開始鋪排 那你幫張維加導演做夢醒時分時副導演 即是assistant director 我記得是和 Bill Yip 你認識的Bill 我都見過他 你那時候是怎樣分配 你和他倆 我是第二輔導 我是學了他 他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即是現場第一個到就是我 最後一個是美 是我 即是做輔導演 第二輔導還要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要跟現場那些東西 還有看演員的身份和幕後的身份 那些人又怎樣看你 都是很開了眼界 還有我那時候又是跟幕後工作人員很好玩 之後我們下班出去吃早餐那些 那些是很深刻的 這些是我最深刻的電影經驗 不是說一定是幕前 他們會不會覺得 咦好有趣 為何阿Crystal做了副導演 是呀會的 那些記者都過來 我正在開工又不好意思 副導演他們又想訪問我 我又覺得 因為其實我香港就是這樣 即是他會給你一個圖像 你是演員 演員就不想辛苦的 為何要做其他東西 但我又不是這樣看東西 但我第一樣東西 記得 進去我覺得女人角度去看東西 即是大男人社會 我第一樣學到原來 我們電影現場 是女生不准坐相機盒的 我們知道相機盒不能碰 因為他們這些攝影師很嚴重 但那個不關你的性別 但女人不可以坐相機 那個箱 為甚麼呢 我們有些甚麼不好的 即是怕我們給一些不好的 Bad luck 我覺得哇 我們這個世界去到這樣 所以我就更加堅持 我女人角度去 到遲些我就做了我女人的清談節目 就是 說回女人角度去看這些東西 為甚麼我們 因為性別而影響我們的地位 即是很多東西可以說 誰邀請你去做電台節目 有啊 其實是做有線電視的 我不知道呢 其實電台跟電視差不多時間來的 但當時有線電視是想出一個女人台的節目 我最初就想著給我做一個很斯文的主持人 沒有想過是不知道我的性格是怎樣的 她說想包裝我 做頭髮做得很像新聞那些 然後穿西裝 我說我沒有西裝的 我從來沒有穿過 從來沒有買過 從來沒有在寫字樓做過東西 她說好了 給你用回你自己的性格 看看受不受歡迎 我又是穿回我的牛仔褲 短裙子 穿甚麼都好 但最主要是我說的東西 就不同其他人 即是她們說 她們可以這麼直接 這麼坦白去處理這麼敏感的話題 變成了就成功了 就是出來有很多人說 OK 我可以說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但從一個健康的角度去看 有些敏感的話題 我覺得那時候周刊 那些很大本的 都很喜歡訪問你 說你都好像性格上很豪爽 我們覺得很不同 是啊 那這些又是看性格 我覺得又不是一定要賴話 因為我去外國回來 因為不是各國外國回來 都是像我這樣的 這是我的性格 我不是很喜歡說假話 我又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還有我會尤其是比較敏感的 例如關於性格 或者男女關係 或者社會比較敏感的話題 我喜歡去處理那些 所以變成了我覺得 香港是需要這樣的地方 我就可以有聲音 電台和電視那時候 就開始起我 真是我的聲音 不過那個年代 我覺得那時候 其實有些人都想找你 你做幕前 因為你做過一天 那時候Lisa Dish 行的時候 有些戲 哦 是啊 那時候KWord拍一些低預算的東西 有很多的我都忘記了 有一個你要扮 好像comment那些 藍色頭髮 那個叫甚麼 那個叫吳企華 是呀 吳企華 那時候是很流行拍一些低成本的 那些Fantasy 只是出帶 出Laser 可能不太好 是呀 我都忘記了 我都沒有了那些Copies 是呀 即是偶爾玩一下 但其實我真的由第一天 即是在嘉禍的時候 已經是覺得我在幕後 是比幕前舒服的 因為幕前我不喜歡 被人指我做事 我經常都有太多意見 那時候拍一頭叫黑雪 是呀 姜大衛導演 那時候我想他不是很喜歡我的 因為我經常都挑戰 為何我們這個景 又不像我 我那個角色的身份 那個背景好像不太對 那時候其實他覺得我好像很不尊重他 但這個我沒有辦法 是我們這樣想出來 變了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很適合做一個很乖 很靜的演員 只是聽話這樣做事 我是適合多些做導演 因為我可以有聲音 可以要我想做的事 可以有控制 另外做張學友的女朋友 是呀 可能一些導演 都很開放跟你聊的 有些就很想有自己的位置 有些就覺得我和我拍 你跟著 所以可能後面 我覺得你自己寧願做幕後 可以自己去控制自己的事 是呀 有太多事想自己說和做 那時候你拍《迷失森林》 你還記得是否很困難 困難亂困難 但是因為我很想拍自己的電影 我也是都囚了幾年 都好像有五年的 還有那個是一個私人的故事開始的 因為我那時候和我分享 我的屋子 他有個故事 那天他回來說 我認識了一個學生 新學生 他教英文的 但這個學生不是一個小朋友 原來他是大人從大陸回來的 他是別人的情婦來的 我初初在美國回來 對這種情婦的地位 是很不熟悉的 我就進去 很想知道 我就寫了一個故事 是關於美國長大的 所謂有教育的女生 那時候你知道情婦的關係是很明顯的 作為我在美國長大的身份 去討論這些女生的地位 和她們的選擇 人生的選擇 對我來說是很興趣 我就寫了那個故事說出來 我找了女梁偉組 然後Cast了一個台灣的演員 陳孝萱 那時候她都很紅 找了一個新的演員 在美國回來做另外那個 好玩啊 好開心啊 自己有自己控制自己的立場 是真是很有滿足感 我記得大哥也有來探班的 有一次 是啊 很開心 你自己覺得 拍documentary 和拍劇情片 你有沒有說哪些人喜歡 還是這兩次的經濟 其實我兩樣都喜歡 一個是你可以控制到那個故事 你可以設計很多創業性的方法去處理那個故事 但是紀錄片因為去面對一些 大一點的社會問題 一樣那麼重要 方法很不同 你問我接下來想做什麼呢 其實我兩樣都想做 我那個紀錄片那個不刻不合法 其實我想用回我婆婆的姐妹的故事 拍成一個戲 我覺得那裡很興奮的 三十年代的中國女人在南部 是很特別的 但是我又想拍多些細型的紀錄片 因為香港其實都有很多歷史 我們都不知道的 其實我想回來香港拍多些東西 其實很坦白說 我還在想怎樣回來 可以做些細製作 還有可以教書 因為現在完成我的博士 我可以有機會在香港就教書 其實近年其實在美國 你做什麼多呢 因為我是做博士 我就一直要看 我又有教書 我教女人和電影這個系列 就是用回我自己熟悉的背景 以及用一個女性主義的角度 去研究電影和傳媒 我就喜歡做這些東西 因為我的經驗都是傳媒電影 那我就很喜歡這樣教法 那同時間我又 其實這部戲是 part of 我那個畢業的dissertation 就是算是否功課 很大一份功課 很貴 和很長的功課 要教 那我就用了這件事 去做我的PhD的主題 去討論電影和紀錄片 怎樣去表演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表演系列 Performance Studies 真的是一個studies來的 處理文記錄片怎樣表演 人類的種族其實怎樣表演 我們怎樣受過某些情況 可以露到我們社會背後的看法 你那邊是否有一個電台 是否都繼續做DJ 是的 我真的收不到口 我在Hawaii的大專 University of Hawaii 就有一個電台 我就在那裡開了一個 都是一個清壇節目 用回我以前的名字 我在這裡叫做Quark Talk 在香港電台第三台 那我就維持著那個 那時候就做一個podcast 在Hawaii 那你有沒有想著 有沒有下一個project 或者做些甚麼 我真的在想 我這次回來香港很開心 就覺得有很多事情 都還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可以回來這邊 做些紀錄片題材 或者去發掘新的故事 同時可以在任何大專 教我熟悉的東西 是最理想的近期的將來 還有我覺得你那個documentary 有沒有想過賣給Netflix 或者現在這麼聰明的 如果他肯要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很有價值 可以賣給他們 還有在東南亞 給他們看 去研究這個 大的種族歧視的問題 都很重要的 我覺得 希望可以在這邊 帶到過來談 好 今天很感謝Crystal 我也很開心 下次再談多一點 是的 很多事情可以說 多謝 看看能否多些人看 我覺得真是好好的一套 documentary 看看能否現在多人 我也希望多些人有機會看 Thank you 多謝你的欣賞 還有多謝你給我這麼多回憶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好 謝謝Crystal Bye